近些年來 隨著國際地緣政治的不斷動盪 歐洲各國都開始重新審視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 在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 被迫與俄羅斯 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脫鉤 這種幾乎是不可能 發生的事件成為現實 也讓這些國家位於重謀 開始考慮自身對中國的依賴性 The point is when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interfering too much in private affairs by setting out new rules which make investments or cooperations or trade relations rather difficult such as travel restrictions such as COVID restrictions such as import restrictions or export restrictions it's a general problem 戰爭再加上疫情 全球供應鏈的不暢通 讓不少德國企業學上加霜 因此一些曾經把中國 作為主要市場的 德國中小企業 也在尋求其他出路 或使用一些方法 將企業可能產生的損失 降到最低 比如將企業一分為二 一個只負責中國業務 一個負責其他業務等等 我們從 2019 我們從 2019 有很多負責 限制 我們從事實力 對於私自負責 和其他負責 所以擔心的責任 德國外交政策 在近些年來一再轉向 尤其是在來自綠黨的貝爾伯克 擔任外交部長以來 更是一再强调 德国外交应当把价值观放在首位 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 而在此次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 对俄罗斯实行的外交和经济制裁 更是显示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决心 也必然会影响到各个企业的相关决策 凤凰卫视孙谦 德国柏林报道